欢迎来小镇志,我是喜耀 土团终于放大招 含沙直接放话表示 所有土团便捷的议员 准备面对补选 请看这个新闻 OK,在经过了土团最高理事会的开会之后 这次终于有一个不一样的结果 OK,在之前就是什么冬结党纪 冬结党纪,that's all 但是今天不一样了 土团玩大的 土团在今天就表示 将会起诉所有那些 倒戈支持团结政府的议员 外加,他们将会修改现有的党章 要填补这个反跳槽法给予的一个漏洞 换的言之 假设这个党章是修改成功的话 在以后假设这些土团的议员 倒过去支持团结政府 他们将会直接的失去自己的党纪 然后就会直接的面对这个补选 坦白讲,我在之前已经讲了很多次 不管是老木也好 还是这个寒杀的好 麻烦不要一直死脑筋 其实前五个议员 一个一个的跳过去的时候 我就一直重申了 其实你们还在等什么 为什么你们不要修改你们的党章 你们一直依靠你们的冻结党纪 这一招很明显已经是没有用了 走到了今天 你要跳到第六个 你才甘愿去效仿其他的政党 像是武统,像是共政党 这样修改你的党章 当此时此刻 你说还来得及吗 我是不太确定了 都已经走了第六个了 而且你高不高的成还很难讲 但是我觉得现在的他们已经是背水一战了 因为如果这次土团最高理事会的这个会议 仍然只是冻结党纪跟之前走一样的那个套路的话 不好意思 我自己认为土团就是离这个死亡一步之遥了 土团这个分崩离析是迟早的事情了 但是经过了土团的这一波操作 我认为土团总算是把握了最后一丝升级的 怎么讲呢 大家要懂 在之前如果你只是冻结党纪的话 坦白讲完全没有威吓力 你冻结就冻结了 我一样的支持团结政府 我一样的得到了选区的拨款 甚至可能还会有一些官做 就算不大 那至少他还是一些官位可以做 但是现在风险明显的提升了 虽然我们不知道土团到底高不高的成这些 辩解的议员 毕竟在之前你没有签下任何的合约 像巫统这样子 你也没有党章去约束他们 但是现在至少如果你还想要辩解 比方讲传出那十个议员要辩解的话 他们就一定会吃上一些法律诉讼 这是他们想要的吗 他们可能会再三的思量 而且在那之前 假设土团是成功的把这个党章真的是修改起来 真的是把那个洞口堵住的话 那其实就断掉了所有想要跳过去团结政府的这些念想 其实这一点不只是对于土团现在的生存是至关紧要 他对于土团能不能在国盟的这个待在里面呢 也是非常重要的 因为我提过了 假设土团并不能证明他能够约束底下的议员 尤其是慕尤丁 尤其是韩萨 那很可能伊斯兰党根本就不愿意跟你合作 他根本就算是他在掌有一些这个州政权 他也不愿意分任何的官位给你做 因为分到给你的话 那这些人很可能就会辩解 所以其实近期有闹出一个这样的话题 也就是到底国盟的主席应不应该交给伊斯兰党这边去担任 慕尤丁国盟主席的位置是不是要被拿下来 其实假设土团是没有任何的举动的话 我认为这个剧本是很大可能会发生的 但是随着土团今天冻下的这两刀呢 我认为伊斯兰党应该会给多一次的这个机会 毕竟假设土团真的是有办法呢 重新崛起 重新的控制住他自己的这个党员的话呢 那很自然的伊斯兰党总不会也想把土团 大大力的推给团结政府这边 不是吗 也因此呢 我认为啊 这一个消息一出来的时候呢 我总算是觉得 慕尤丁或者是韩萨 他们总算肯动了他们的这个脑筋啊 之前不懂是打劫还是什么原因 之前就是一直不肯去动这一刀 而承接我昨天的一个话题啦 我认为呢 土团他能够把他底下的议员控制得住 对于长期的政治发展来讲 应该也是一件好事 像我讲的 其实如果反对党能够坚持他们自己的职守 一直去监督 一直去帮我们看看执政党哪里做的东西 有疏漏 这是一件好事 我不希望的事情就是呢 反对党呢 一直就是要倒政府 不然呢 就是想要倒向政府 那请问呢 你这样子做来做去 对人民根本没有任何意义的事情 要你来干什么 所以这一期呢 我认为慕尤丁跟韩萨 我必须觉得 亡羊补牢 微微此也 至少在此时此刻 他们做了一个挽救的动作 我认为这样事情值得继续观察下去 那这期跟大家聊到这边 我们下期见 拜拜 by bwd6 我们下期见 突然下期见